尊敬的大德法师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在我们日常当中 经常会讲到无常 世事无常 人生无常 其实每个人都会讲到无常 每个人都深有体会 当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 或者你熟悉的人突然发生意外 身患重病 或者不幸去世时 这时你一定是悲痛万分 非常痛恨生命的短暂和如此的脆弱 并对此毫无对策 只能默默的接受一切 只能默默的接受一切 这时你已经亲历了无常了 我们在佛教中说的无常 就是在讲万事万物的变换 但却认为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有因有果的 这决定万事万物生成的法则 就是因果 变法的法则 天地万物 人生逐世 劫难逃其外 所以说万法劫空 因果不空 佛经有言 欲知前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是果 今生做者是 换句话就是说 现在的你是过去的你所造 未来的你是现在的你所造 只不过世间万物都是由诸多因素因缘合合而造成的 所以我们今生呢 所遇到的所有的不幸和灾难都绝对不是偶然的 这两天呢 我也是看到下面有同修留言 因为女儿去世了 就心里很难过 每天在数着日子 说往生第几天第几天了 我在这里呢 我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 无论儿女是怎样的走法 作为父母来讲 一般都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呢 这就是无常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处处都是无常的 我们既然遇到了佛法 遇到了阿弥陀佛 其实呢 我们也懂得了因果报应真实不虚 懂了这个道理 也许我们就会坦然的面对 这一切无常的来临和不幸的来临 会学会慢慢的放下 我们今生所遇到的种种的苦难和痛苦 全部都是由前世的夜报所造成的 我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也许听完了这个故事 这些失去儿女和家人的同修 能从痛苦中解渡出来 不要沉溺于痛苦之中 每天以泪洗面 要学会放下 这样呢 我们才会面对今后的生活 佛经上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印度 有个呼罗门阶层的富翁 家财万贯 他的妻下只有一子 年方二十 刚刚娶妻未满七日 有一天呢 小夫妻俩就在他的后花园里赏花 丈夫呢 就见妻子对一棵树上的一树花喜爱至极 于是呢 爱妻心切的她便攀上高枝 去摘这一树花 不料树枝却突然折断了 那个男孩掉到地上摔死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犹如青天霹雳 全家人抱着男子的尸体 悲痛欲绝 男子的父母新婚的妻子 哭得死去活来 就连前来探视的亲朋好友 也不仅热泪盈眶 等把男子厚葬以后 全家人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 怨恨老天爷不长眼睛 让这样的不幸降临到他们的家中 后来佛陀知道了这件事 他非常怜悯这家人 于是决定前去喂一喂 佛陀到了以后 就开始给他们说 听我的劝告 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结为无常 有生必有死 福与祸是相连的 现在这个孩子死了 却有三处众生在为他哭泣 你还不知道他究竟都是谁的儿子 也不知道谁又是他的双亲吧 听了佛陀这一番话以后 富翁马上就明白了 佛陀一定意有所知 于是停止了哭声 祈求智慧的佛陀被他开示 很久以前 曾经有一个孩童 手拿弓箭 来到一棵大树下 仰头搭起弓箭 准备射一只毫无准备的鸟 当时旁边还有三个玩伴 鼓励他说 你若真的能射中 才算真英雄 于是这个孩童 就很得意的拉开了弓箭 果然一下把树上的鸟就射死了 旁边的三个小伙伴 看完了以后 紧不住为他欢呼鼓掌 佛陀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后来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轮回 大家要听明白 这里是讲的 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轮回 我们人死了以后 不是一世的转世 而是无始无节的在转世 就像我分享的玉皇大帝 他即使当了天王 善恶业是不能抵消的 你善业想尽了以后 还是要在三恶道去受到惩罚 当你的三恶道的业受完了 你可能再成为人道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是一世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以后 你才究竟了脱生死 不再六道轮回了 我们继续讲故事 当时那三个在树下的孩童 一个在天界做了天神 一个在海中做了龙王 另一个就是波罗门的长者 你 至于当初树下的射杀鸟的那个孩童 前生为天神的儿子 命中转生人间 成为了你的儿子 不幸从树上掉下来摔死后 就要投胎化成龙子 可就在他投胎刚刚化生时 却被一只大鹏鸟吃掉了 那只吃他的大鹏鸟 就是那只曾经被他射中的鸟 现在共有三处地方为他哭泣 一是天神 一个是海王 再一个就是你 你们都因为自己失去儿子而悲痛欲绝 这全是因为你们前世 鼓励他射死了那只鸟 他射中后 又将他大家赞美一番的缘故 所以今世你们三个 在天界海中人间 同时为他伤心苦泣 听过佛陀的开示后 富翁明白了 原来今生的苦难和痛苦 全是前生的夜报所感召的 这是一个让人非常赞叹不已的因果故事 三个无知的孩子为了偿还前世 事前鼓励射鸟 事后又欢呼鼓掌的贡业 尽管经历了无穷尽的世间 今世更是彼此天各一方 各在天界人界和海中 转换了不同的身份 但仍在因缘巧合的驱使下 以父子的结合关系 同哭一声 来了结那份究竟 无可逃避的贡业 当初同为欢呼的小孩子 万万不曾料想到 来世将为人同声哭泣 由此可见 因果的可怕 在贡业的显现下 无论时空如何转换 身份如何转变 所有的人和事都会摆在因果面前 所以因果面前人人平等 不分高低 只要你造业了 你就要接受因果的惩罚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呢 都能知道因果报应真实不虚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 就必须要弃恶从善 如果今生我们遇到了灾难 或者遇到了孩子的早逝 千万要明白 这都是因果报应 是前世的因 后世的果 要学会把这份心打开 心放下 好好地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让这一句六字鸿鸣 他的无边无量的功德和福德 我们去回向超度 我们曾经伤害过的所有的众生 冤亲债主 亲朋好友 历代祖亲 让他们都能早日离苦得乐 早生佛道 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沉溺于悲痛之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